最近,政治事业上升起的黄景鱼,突然黑料集中爆发,此前一直否认结婚的他在近期不但被抱有婚史,甚至还被曝出婚内家暴、劈腿等负面传扮,微博知名博主甚至在近期一连发布数条微博,怕哄黄景鱼,这位知名博主爆料黄景鱼歌王。 王雨昕曾有过一段婚姻,在二人在一起的这么多年里王雨昕一直默默付出这,对待黄景鱼的家人也是掏心掏肺,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黄景鱼的家暴,还有婚内明目张胆的出轨,但是粉丝对这样空口无凭的说法,似乎并不满账,认为是有人故意邀黑黄景鱼,但有一句话叫求锤的锤,在粉丝们的强烈要求下,11月2日晚上, 这位神秘知情人士终于放出了石锤,并且一个比一个大,粉丝们说没有合照,知情人就放出了黄景鱼和王雨昕的大量合照,该博主更是发了一张一次黄景鱼和王雨昕结婚时所拍摄的注册登记照片, 虽然二人的合照已经被撕开,但红底背景,再加上两人的白色短袖,二人脸上幸福的微笑,的确让这张照片有些热视的感觉,有一些三观正的网友开始心疼,一直在黄景鱼身后付出却没有姓名的女帮, 然而黄景鱼的粉丝为了自己的爱到距离力争,一口咬定这些合照不是真的,都是皮过图的,随后又有人铺出了王雨昕和黄景鱼家人的合照, 紧接着一系列二人在一起的蛛丝马迹,都被细心的网友们一点一点的扒了出来,争,明黄景鱼和王雨昕却是在一起过, 但有粉丝又站出来说了,谈过恋爱很正常,出贵,家暴的证据在哪呢? 知情人在微博上透露黄景鱼击腿的十八天艺人张艺上,甚至在王雨昕不在家的时候,明目张胆的去王雨昕家中自拍,随后王雨昕的微博也被网友们扒出, 王雨昕言语间透露出他对于这件事的愤怒,除此之外,王雨昕曾连更两条微博,暗示自己遭到家暴,手臂出现多个伤痕和疑心, 巧的是同天黄景鱼的机场罩也被发现尽不有伤痕,然而粉丝却认为王雨昕是得了自电,谎称被家暴,认为王雨昕要是有证据就扑出来诊断证明呀, 于是在粉丝们一波又一波球锤的锤后,知情人再一次送上了大锤,在微博上直接发出了王雨昕家暴后去医院检查的诊断证明书, 但粉丝们直接无视黄景鱼家暴,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为什么王雨昕被打之后,治疗只花了79元, 部分粉丝的三观确实让人感到压抑,神秘人士的爆料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最新一条微博透露王雨昕曾挺着运渡,陪黄景鱼去干脑走红毯, 暗指王雨昕曾怀有黄景鱼的孩子, 是见在粉丝们一次又一次的球锤的锤下巴掌的越来越新奇, 而是已至此,黄景鱼方面却始终没做出半点回应, 真相究竟如何,现在大家也不得而知, 只能说,相爱容易,但本受要体验啊,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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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